看起来每样东西都非常好吃 不过今天呢我们的第一站 要带您到台北市的南门市场 在南门市场里面有一家 专门做江浙跟湖南菜的熟食摊 每天呢都是现煮现卖的 因为食材新鲜又有家乡味 所以吸引了大批的韬客上门 包括了马英九总统也都很爱吃 另外台湾首富郭台铭 结婚宴客也都指定一定要用 他们的菜肴 市场的快炒到底如何创造 单日一天两百万的业绩呢 现在我们就带您到南门市场 来一块了解 要什么 要有些吗 加烫一条 还有什么吗 好 来到这一摊 大家总是邓大言仔细端详 在扯开嗓子 抢着眼前美食 南门市场里 专卖熟食的这摊位 早上八点就已经人生沸腾 一百多道菜色全部排开 尽是美味 上门的有婆婆妈妈 更有上班族 男女通吃的熟食摊 已经陪伴无数韬客 度过成长岁月 四五年了吧 其实家里小时候就买了 为什么吃那么多年都灰蜜 你觉得它这边的菜是什么 因为我觉得它这边菜很新鲜 变化很多 有韩家乡的口味 因为新鲜也因为家乡味 顾客总是三天两头报到 这里菜色种类多 从各式肉类到海鲜 凉菜点心类应有尽有 口味道地就连马总统也爱吃 像是这四季豆 素食锦 还有店内招牌 冰糖糯米藕 和葱烤鲫鱼 另外郭台铭结婚艳客 也指定这家菜 从雪菜百叶到冰糖酱鸭 还有这不起眼的豆瓣酥 都被选中 前面那个虾有没有 没有蟹脚 来 这背后的炒手就是它 六十岁的湖南人朱毅常 母亲在她七岁过世 从此得担负起父亲的三餐 父亲挑嘴 再加上有个江浙邻居妈妈 所以练就她一生好手艺 原本父亲在南门市场卖杂货 她做出的江浙菜竟然卖到 比杂货生意还好 菜啊 菜炒得怎么样了 这可以推出去的先推出去咯 然后把菜推出去 来 好 这个是酸菜毛豆 那这边是 蟹饺是吗 小鱼干辣椒 这小鱼干辣椒 那那边是在做走多塘鸡 所以菜都一路一路慢慢的在上 这师傅今天都很丰富了 跟了我二十年 所以我的师傅都是原班人马 所以它品质不会变 好滋味经得起考验已经三十五年 成功之道在于食材严选 还有细腻做工 当然猪姐个性龟毛 还有个让人头皮发麻的完美性格 更是关键所在 这会是魔鬼训练吗 他们都觉得我蛮凶的 那可以说叫你去滚 叫你去死的 我平常可以跟他们 讲黄色笑话也好 跟他们开玩笑也好 唯独做事情的时候 我是非常的凶 我的菜煮得太咸了 对啊 她说你是打死卖盐的 我现在不会试菜了 譬如说像她这样 我就知道她今天的小鱼干辣椒 炒得非常好 所以我不要去试她 像这个我也知道她炒得好 可是如果那个东西 经过我眼前 我觉得她不好的时候 我试起来她一定是不对的 那我就会拿回来摔那个师傅 我对品质要求到 我觉得我有点神经质了 个性决定命运 也就驱使她 埋在这个厨房超过饭夹子 然后在这边还有一个牙齿 也要拿出来 要弄得很干净 哇 这很繁复啊 这个 非常繁复 在繁复的功 朱姐都强逼自己 把它清理到最干净 往往处理一种菜 就要动员五个人 煮的又都是功夫菜 所以从采买到清洗 再到下锅烹煮 每一个步骤都马虎不得 每天清晨四点半 连睡衣都来不及换的朱姐 已经加入员工行列 真的是不想做了 真的很累 因为客人越对你 把你的水准打得很高 你希望你自己能够超过他们所想要的 所以医生就跟我讲说 人生没有一百分的啦 一百分的都躺在棺材里面了 所以我把我自己逼到了一个 我有忧郁症 我就是我是一直希望说 我能够做到每个人要求的我 那样子 可是真的很难 真的很难 刚刚我们看到了 朱艺长做料理是出了名的龟毛 也因为太过要求完美 让他一度罹患的忧郁症 但这还不是他人生当中的最低潮 自幼丧母的他 从小就要照顾家庭 长大之后又经历了父亲自杀的痛苦 在创业初期 房子还被烧掉了 并且被倒在上千万 他说他的人生像是被千刀万剐 他到底是怎么撑过来的 继续我们带你看朱艺长的故事 做菜做到得了忧郁症 但这绝对不是他人生最痛苦的阶段 他形容自己是位苦命人 因为相依为命的父亲 在他27岁时 因为病痛难耐 以自杀结束生命 我只是临时接到 爷爷有那个派出所给我一个电话说 这个人上面有你们家的那个电话 那你要不要来认认看这个是谁 我一去看才知道是我父亲 那时候我真的是放声大哭你知道吗 我觉得说当然爸爸过以后人家就说 倒霉的事情就是接二连三 后来就包括我儿子把房子烧掉 房子烧掉以后 然后还有借给人家的钱很难要回来 我那时候就觉得人生很挫折 那 反正 就觉得自己怎么那么背 后来就开始慢慢慢慢再回头 因为我是个个性非常强的人 那我觉得这些事情对我来讲 不管怎么样你还是要过 那时候的人生不是彩色的 是灰色的 从年轻到中年历经父亲过世 房子被烧还被倒在上千万 人生的苦接二连三 如果不说怎么知道这利弱的身躯背后 原来承受过这么深刻的痛 年过四十 朱姐的人生不得不再起一个段落 那所以我当时我在四十岁人生无的时候 我觉得说我体力也不够了 老天爷会给我机会吗 所以说我自己那时候我开始学着说 我这一辈子是要靠我一双手来赚钱 而我没有天下掉下来的财 我也没有非分之财 我认命我 我就是努力的做拼命的做 我就告诉我自己 哪怕一天二十四个小时不睡觉 只要能让我赚钱 我都心甘情愿 现在的你是乐观的吗 非常乐观 因为我觉得客人带给我乐观 员工带给我乐观 只是体力带给我受不了 坚持和认真的工作态度 终究没有因为打质而改变 就在马总统爱吃 和郭台铭婚宴指定菜的加持下 有妈妈味道的江浙菜 更加声名大噪 民众哄场的程度 让财食平大小的店面 光是过年期间卖出的营业额 一天就高达两百万 但朱姐六十岁了 精神还在 身体却已经不堪负荷 她开始训练儿子黄志豪 传承这份美味 清晨四点半 天微亮 黄志豪已经骑着车 来到华中桥的果菜批发市场 来 黄老板 你好 叫麦生此起彼落 还夹杂着问好生 两旁菜饭几乎都认识黄志豪 因为从小他就跟着父亲来采买 现在父亲中风随他独当一面 黄志豪挑菜功力 已经是轻出云蓝 更胜云蓝 这就不行 对 吃起来它口感会破破 而且吃起来不嫩 我们炸的时候它会比较老 所以你直接挑嫩的话 客人吃起来口感就好 通常人家大部分拿来嚼水吃 二十岁 最期二十五年 从他爸爸就开始跟你卖 他比较精进 比较有创造性 以前就曾经看过爸爸被妈妈退货 是包括你也被妈妈退货过 有 是喔 因为其实刚开始采购的时候 早点送过去 没有母亲的精明概念 单纯腼腆的黄志豪 以柔中带刚的性情 让许多老摊商折服 不管挑的菜 还是煮出的菜 现在都可以通过 龟毛妈妈这一关 妈妈做出来的菜 最大的特色是带便当 都已经很好吃 对 因为我们很怀念说 我们在小学的时候 我们拿家里的菜带便当 然后在三种便当的带便当 儿子负责采买和厨房作业 女儿娃娃就在第一线和客人接触 尽管已经布局接班 朱姐的脚步还是填不下来 因为背负着太多人的厨房 就在她家这一份使命 这一份好滋味 解了香愁 也满足了馋嘴 朱姐看似逆世的人生 其实是越走越甘甜 步步都是精彩 看完了南门市场的故事 接下来我们要到永春市场 永春市场里面 有这么一个贡玩摊位 去年拿下了天下第一摊的头衔 现在贡玩摊 则是由第二代来经营 这一对青年级的姐弟 就是姐姐 毕业于伦敦艺术大学 弟弟也在加拿大面书 毕业之后 两个人都放弃了在国外发展的机会 回到家乡 结下了这个市场卖贡玩的生意 虽然亲朋好友都劝他们别傻了 但是姐弟俩坚持 一定要延续家传的贡玩美味 姐姐还发挥了时尚本业 把贡玩店的制服 变成了非常性感的 兔女郎的造型 果然达到了吸睛的效果 穿着鞋尖洋装的兔女郎 站在市场摊位前相当抢眼 造型新潮卖的东西却很传统 贡玩好吃哦 贡玩好吃哦 没错 他们卖的是贡玩 肉质端端的贡玩Q弹多汁 咬下去还会在嘴里爆浆 试试过的顾客几乎无法抵挡 软软的 味道还不错 好吃 贡玩店第二代 白佑琴和白伟承 两个七年级后段班生 一个是伦敦艺术大学的高材生 一个梦想在加拿大开赛车 学业完成后却双双放弃在国外发展的机会 佑琴设计师不当了 伟承也不追风了 姐弟俩相约回到市场 帮起家里的贡玩招牌 来 加 好吃 再来哦 去看看 我是吃我们家贡玩长班 那我吃好多好多贡玩 那都没有我们家的好吃啊 那我就觉得 这个东西不能到爸爸妈妈 就是就停下来 这样很可惜 所以我还是会想说那会回来 但是我会想要以不一样的方法去经营 我原本的 兴趣是 像在国外我会 玩车啊 或者 玩车 你想当赛车手吗 曾经有想过 但是好像不切实际 白爸爸在咏春市场 做了三十年的手工贡玩 说到贡玩 看起来简单 做起来却很费工 特别是汤汁 当年白爸可是研究了好久 天天想破头 要怎样才可以一口爆浆 在这个梦吧 当然没有爆这么多姜 而是咬下去汤汁奔土的感觉 最后他研究出三种肉下去打成肉泥 瘦肉啦 后腿肉 还有梅花肉 加一点油 就可以这么Q了 对 别人都没有 直接是跟汤包一样 我们的就是有汤汁啊 没有汤的啦 肥肉瘦肉分开 锁住汤汁 肉又有弹性 由于白爸爸是市场第一家 卖贡丸的 早年生意很好做 每天贡丸捏个不停 捏到手都肿了 我也做了 做到拉米菇的 做到拉米菇的喔 对啊 可以一直挤这里 工天更辛苦 却也靠着小小的丸子 把四个孩子全部送出国念书 后来小孩一个一个毕业 白爸爸觉得阶段性任务完成 计划把摊位收起来 没想到佑琴和弟弟 竟然说要继续做百家贡丸 做老爸的一听当然反对 都出国留学 还到市场做苦工 他们两个说回来做的时候 你有没有觉得不好 当然刚开始是有 有一点啦 可是慢慢 年轻人嘛 他愿意工作就好了 他们也是很认真在 进入这个行业 佑琴的朋友也劝他 千万要想清楚 因为他在时尚圈很活跃 又喜欢上山下海 为什么要放弃原来的生活呢 很多朋友在做设计师吗 是 然后他们都是造型师啊 或者是做设计这一块 他们也觉得我很厉害 就是怎么忽然就跑去做共玩 但是家里的事业 然后他们也是 一开始也会觉得 你确定吗 你确定吗 吃完共玩就说 好吧 那你就继续做好了 至少我们也可以一直吃到共玩 做了别人不看好的决定 姐弟俩开始分工 佑琴负责行销 尾程掌管厨房的活儿 都有一定的流程 那对啊 所以发现其实真的蛮辛苦的 最辛苦是哪个人做的 最辛苦 我觉得是一大招要起床 平均一天要做150斤的猪肉 过年期间要用到300斤 忙到头昏眼花手脚发软 而震撼教育还不止这一堂 过去从事时尚业的佑琴 想用形象店品牌的概念 重新装潢市场摊位 冻完不摆桌子 而是收到冷冻柜 结果一个月都等不到客人 姐弟俩解释化雷蛋 阿贝 吃一下 以前就是比较开放式 这样这种方式卖 现在慢慢就改这种方式 就有网路一夜一采购的 比较新鲜 比较干净 看起来比较不同 没有客人都很紧张 很紧张 然后就是会 我跟弟弟两个会 其实蛮有压力的 完了完了 对 所以就开始要想 其实真的就自己当老板以后 我就发现 真的有很多其他的事情 你要自己去想 然后要去解决 哇 没客人那怎么办 我们就要自己去找公司试吃 然后去找火锅店 既然顾客不主动 两人面头一转 干脆自己主动出击 到处请人试吃 一次又一次的试吃会 成功迎回老客人 也吸引新客人 此外两个年轻人也架设网站 做网路宅配 业绩至少多了两成 而贡管的包装 历经几波家庭革命之后 也从传统的塑胶袋 变成又勤亲手设计的精品礼盒 一开始我们的盒子是黑色的 然后黑色跟金子 可是爸爸妈妈会觉得 送礼怎么会用黑色的 袋子怎么会用黑色的 这个不能接受啊 黑色不吉利这样 所以我们就讨论很久 光是这个颜色 我们就讨论很久 以和增加质感 买贡丸 送高汤粉的创举 则增加了顾客烹煮的便利性 通常煮贡丸汤 会觉得那好麻烦 还要再熬个菜头 还要再弄个汤粉 那我们就会觉得 那就让它方便一点 你就直接有汤粉 直接对它去 就是贡丸汤 那汤头也是很 非常的好 所以就OK 尽管在市场已经忙得 分身乏术 佑琴对食尚设计 还是不能忘情 于是她把脑筋动到制服上面 很尽兴地动了手脚 有耶 很大的挣扎 那我现在 你还是可以看到 我在做小小的挣扎 因为我们的制服啊 或者一些设计上 我就只好把我那时候的 一些热情用在这部分上 本来一开始的制服 是比较传统的啦 可是 后来发现我们的员工 都没有太想穿的意愿 所以就干脆 我们就换成 我们都会想穿的意愿 小挣扎可以靠着 过过肝影解决 遇到大挫折 就只能靠弟弟用力地打气 我会跟弟弟说 我会跟他讲说 他怎么办 我觉得我好像不行了 怎么办 我好想回去做设计 然后他就会说 不行我们要把它做好 你要怎么安慰他 我会说 不要怕 我们还年轻 有一时间 我们就用我们的青春 跟人家平衡 最多失败我们在 到时候再想办 但是 就是 没有试过 怎么知道不行 在那边啊 在那边 在那边 他就是那种很好的肩膀 那样让我靠的 很难撑 我很难撑 我说实在 接下老店短短两年的时间 姐弟俩已经经营出好成绩 不但延续了老爸的美味 还用创新手法 把市场贡玩 变成了精品贡玩 今年他们更一举拿下 台北市天下第一摊的冠军荣誉 战 虽然当不成设计师 或者是赛车手 白家第二代 用开放的心 把对家庭的责任 转换成另一种兴趣 果然越做越起劲 加油加油加油 经营餐厅真的不容易 但是前主播李大华 接受海英访问的时候 透露从卸下主播身份 到参选议员失利 现在创立一家日本料理店的 新路历程 刚开始是校长兼壮中 从端盘子还有水电工等等 什么都自己来 但是呢 因为坚持食材的高品质 现在每个月已经有很不错的营业额 带您看看李大华如何从主播变身型男主厨的追梦人生 嗨 东森新闻的观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李大华 好久不见 我不只是你认识的新闻主播 现在还是餐厅的老板 而且很会料理哦 不信的话示范给你看 来 李大华似乎真的把主播台变成料理台了 还要教我做酪梨寿司 从铺饭到撒上鱼卵切酪梨 李大华做起来驾轻就熟 我却笨手笨脚 果然两盘比较起来就是差很大 耶 做好了 大华哥来帮我们播一段新闻吧 播新闻啊 你说这是属于医药新闻哦 所以这是整形前 这是整形后吗 其实要整整就会变得很漂亮 我第一次做酪梨很棒了 李大华的人生有很多第一次 第一次当主播 各位早安 欢迎收看礼拜天下午九点钟的 东森整点新闻 我是李大华 第一次出马选议员 李大华 李大华 还有第一次开餐厅 他什么都自己来 从学会用机器切冷冻肉片 倒摆海鲜盘 甚至自己当水电工 水槽在肮脏 也蹲着亲手修理 还要爬上梯子修冰箱 蛋液片常常会堵塞 所以我们常常要定期来清 开餐厅很辛苦 但三年下来已有不错的营业额 他笑说不想再参选 我觉得其实我的目的是要服务大家 服务不见得是要在某一个职务上 像开餐厅提供好的美食 平价的享受 会觉得这也算是服务 好 来 那现在组的这一片 我帮你组在五分手 好不好 从主播到参选议员施力 现在转型成餐厅大老板 何丽玲 邱益 还有漂亮的老婆女儿 都是做上宾 人生的下一步呢 我希望说有梦想 只要我有这个能力 有这个把握我尽量去做 我也希望大家都一样 有梦就要去追 这是李大华的追梦人生 东森新闻 陈海英 张军伟 台北报导 欢迎您继续回到节目现场 听海英说故事 延南县头城镇的大理国小 背山面海辽阔的太平洋 就在眼前 是一所很有特色的迷你小学 小朋友在这里成长 学习每一个都很有活力 不过呢 因为地处偏远 上学之路充满了危险 接下来我们带您看的 就是大理国小的温馨接送情 天色刚刚破晓 小龟山岛还在朦胧睡意中 虽然这头余美华已经要出门 送小孙女上学 阿浩姨啊 不要坐我 我们直接要休 不只送宝贝上学 孙女的同学学弟学妹 大理国小全校五十一个小朋友 全都是美华阿姨的VIP乘客 六点半去吧 六点半出来 要赶七点四十分之前 到学校小朋友要打卡 你没有那个时间出门 你总说这三招走不上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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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村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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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边关心孩子们的考试成绩 眼睛盯着前方 这条滨海公路 美华阿姨开了七八年 路况熟悉像贾造咖 不过她一点都不敢大意 毕竟让孩子们安全上学 是最重要的事情 眼睛盯着更快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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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了学校跟美华阿姨 说声谢谢 小朋友一天的快乐学习 就此展开 下一班小朋友 五月分离宣家 你准备 大理国小位在头城镇 滨海公路上 是宜兰县位置最北的小学 背山面海 站在操场上 就可以远眺一望无际的太平洋 美丽神秘的龟山岛就在眼前 全校六个年级 只有五十一个学生 标准的迷你学校 人数虽少 但在这样优美开阔的环境下成长 每个小朋友都朝气蓬勃 比都市孩子们更活泼开朗 除了课本之外 大理国小特别重视语文 美术和本土教育 是教育部评选的 极优特色学校 2011年还入选天下杂志出版的 选择中小学完全指南 办学成绩受到肯定 不过美中不足的是 滨海公路虽美 奔驰呼啸的大卡车 却让人头痛 大理国小警铃着冰海公路 沿途没有人行道 距离各个渔村也不算短 不论走路或骑脚踏车 大卡车都免不了擦身而过 小朋友的上学之路充满危机 很多家庭是隔代教养的 阿公阿嬷不太可能送他来上学 你知道他自己走 其实也有安全上面的顾虑 所以才会有这个车辆的一个接送 贴心的上下学接送 在全台湾的公立小学里很少见 刚好学校有一台公路车 可以当作校车使用 不过车子有了 没有钱可以请驾驶 一度让校长人伤脑筋 还好学校的工友美华阿姨自告奋勇 愿意当义工司机 这一开就是七八年 很感谢我们的阿姨 她真的是无怨无悔的一个付出 让小朋友安心的来上学 比校长还重要 对对对 比我还重要 对大理国小的师生来说 美华阿姨真的很重要 担任学校的工友 清洁工作 厨房漱物 予南杂症一手包 全校五十一个孩子 都跟自己的孙子一样瘦瘦瘦 阿姨 孙姐 然后就会出来了 这个呢 这个是你 这个柏林 他是堂兄弟 这是柏林 这是婉秀 好友 帽翔 柏林 柏林 柏林不来吗 好 去外面 好 去外面 有空的时候 美华阿姨停不下来 车子总要保持干净清洁 要给小朋友最好的生活示范 要给小朋友最好的生活示范 去逢美容来说一次就要多少钱 学校也没有那个经费 问她为什么愿意每天六点半出门 接送孩子风雨无阻 美华阿姨说因为交通不方便 学生人数越来越少 大理国小差点面临废校 在地的孩子们得转到其他学区就读 让她决定挑起担子 累自己不能累孩子 维持学校运作不简单 美华阿姨尽自己的一臂之力 扮演好小罗斯丁的角色 不过校车越来越老旧 偶尔抛薄发脾气 引误了孩子们的上学时间 这可难倒了美华阿姨 她好希望有一台新的校车 连生日愿望都是希望有一台新车 让家长们更安心 你有感觉这个旁边这个都要去吗 你当然是 有新车当然是最好的 美华阿姨的生日愿望真的要实现了 几个月前突然有车商跟校方联系 愿意免费提供一台新车 给大理国小当作校车使用 我想说这个怎么会有这么好的事情 这个还没有细谈之前 会以为说车子要送我们 这一辆车也要六七十万 只是这么好的事情 以为是诈骗 不管是什么样的 互资的捐赠 或者是你们到现场来关心 其实都非常的感谢 原来是经过杂志报导 车商看到了美华阿姨的温馨节送情 被阿姨的无私奉献给感动 于是决定把广告费用挪一小部分出来 捐一台新车 让大理国小免费使用一年 真的很担心 因为整个车框还有整个车铃 其实我们都很担心 随时在路上会有什么样的状况发生 那本身我们是在这个行业服务 然后想我们在我们的可能范围之内 尽自己一份的微薄力量 来帮助这边的市场 群物不只有新车反光背包 还请来小朋友最爱的香蕉哥哥 草莓姐姐一起翔翔跳跳 车商还好抓春友们一起动手粉刷校园 要让孩子有更美更舒适的学习环境 午餐一起夹斑豆 也是另一种城乡交流体验 阿姨 感谢你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我真的非常感谢你 希望这台车你可以的冠喜 可以啦 谢谢 我真的感谢你 十八年来你都每天这样 没得到 就是沛原地区 可以看到有什么问题 你要跟我们说 我会跟校长讲 校长只要给你冠喜 不要 感谢你 我是有在想过 他说要巴士啦 你巴士啊 你还要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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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扣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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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姨的感谢 朴实不扭捏 乡下人真诚的应对方式 虽然没有收到一毛钱 车商赚到了成就感 以及百分百的认同 这是再多广告 也换不到的形象价值 大家要来接车 小朋友上车 有没有很舒服啊 还不错 还不错 只有还不错 一拿到车钥匙 美华阿姨迫不及待上路试车 手上的方向盘握得更轻松 心情更愉悦 不求回报的付出 受到外界的瞩目 引来更多的关怀 美华阿姨做得更起劲了 她相信天公疼狂人 她要继续开着新车接送孩子们 让她的宝贝们在这衣衫傍水的美丽校园 继续成长 一直到她开不动的耐力为止 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的现场 每一个精彩人生都在台湾1001的故事 说不完的故事 让海音慢慢说给你听 别忘了我们下周同时间再会了 拜拜